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午安 我是大铃哥 欢迎你们收看 礼拜三的旗鼓先知节目 今天是月选择权的结算日 所以呢 看这个加圈指数的波动呢 空间可能似乎会相对来的大 但是呢 大铃哥会跟你讲说 这一切都是幻觉 一切都是幻觉 但是呢 有一个终极的目标 它是不会改变的 就是这个大盘加圈指数 本周它是会做回撤月线 然后它是属于多方的回撤波 是属于很正常的回撤 那这个呢 字卡 大铃哥已经用了三天了 因为已经礼拜三嘛 所以大铃哥应该是台湾 非常很懒惰的分析师 只要一张表 大概就可以跟你讲一个礼拜 这个判施 因为大铃哥的节目就是什么 旗鼓先知嘛 因为既然是先知 我们就知道说 未来的格局 未来的标的或是大盘呢 它那个走势大会是怎么样 那 大盘为什么大铃哥很笃定 大概可以猜出说 加圈指数本周回越线的机率非常大呢 无非是我们就是透过 台股里面的拳王 台积电 下面这个是台积电 在美股的ADR 它的所势图 那因为它从上月 上个月 上周 不好意思 讲错 上周7月11号那边呢 它出现了转路的迹象 那因为台积电的ADR一旦转落的时候呢 它就会出现 干嘛 涨多休息的惯性 这个很正常 那惯性休息到哪边呢 基本上它就是回撤到月线 因为月线是一个相对比较重要 中长级 投资交易者的一个参考 的成本区 所以 上周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台积电稍微出现要做休息的时候呢 就可以延满出来 未来它影响加圈指数 回撤月线的机率呢 也会相对来的大 因为上面都有标出嘛 相对的位置 还有相对的时间 事实上 在 后面 确确实实都有带动 加圈指数呢 有做一个回撤的这个迹象 那回撤之后呢 它到底是影响多还是影响空 我们暂时多 还先不说 可是我们可以 很明显看得出来 回撤月线 应该就是一个最简单 最终极的目标 所以 这个礼拜一一开始结盘 其实大铃哥就分享说 大盘呢 应该就是要开始准备做回撤月线了 那这时候 跟指数相关联动线比较大的 股票呢 你就要特别去注意了 就是所谓的全资股 你就要开始要做一点 高档调节的动作 那预备 后面 在月线的时候呢 你在很优雅的 轻松的 再把股票买回来 因为目前的大格局都还没改变嘛 所以 高出 低进 高出低进 这个是最简单 最简单的逻辑 我不是在讲高进 我是说 股票要高出跟低进 就这么简单而已 好 那你看今天加军指数 最后缩盘200多点 看起来 这个是加军指数的 日K棒 昨天 上涨 出量上涨 红K看起来也不错 其实很棒 今天应该是因为川普先生 早上有发一个新闻稿 公布了一个 他对台湾未来看法 那个暂且不论 影响了什么 影响了台积电 开盘 跳空 偏弱 所以造成的 加军指数 看起来出现一个 崩跌的走势 这种技术面的格局 以操作技术面来讲 这个叫做A转 叫做A型反转 它是属于一个非常强烈的空方讯号 听清楚 技术面也讲 这是一个 属于非常强烈的空方讯号 所以 明天 如果跳空 500点 我是猜的 我不是说真的 我猜的 如果跳空500点 直接跳到月线 也是很正常的一回事 因为技术面已经稍微有预告了 前面的美股ADR 也都预告了 所以 明天加军指数如果出现 预期中的大幅回落 大家都不要太过去恐慌 为什么不要恐慌 因为 你看一下 这个是今天加军指数的资料图 今天收盘下跌了227点 结果你看下面 黄圈圈 上涨加速 集中市场是221家 加上上跪 其实将近快要千家 有900多家 意思说 今天加军指数下跌了222点 结果上涨的加速是有将近千点 请问市场的氛围是乐观还是恐慌 这样讲听得懂吗 那你换算一下 扣掉台积电的跌幅 因为台积电今天 最后下跌 那你换算一下扣掉它的跌幅 台积电影响加军指数的跌幅是 205点 所以哈不拉当 算下来 今天加军指数 其实 它是崩跌了22点 崩跌了22点 所以最后大铃哥干嘛 就送给你这张图 大铃哥女儿小时候最爱看的卡通 吓死宝宝 你看这个加军指数的点数 你就会吓死宝宝 一切一切 今天的跌都是幻觉 所以换算下来讲 如果明天 开始又出现第二次的崩跌到月线 你也不要太过于恐慌 因为 一切都是幻觉 好不好 那一样 这个大铃哥的独家法宝 这个叫做暴力表 这是用来 用大铃哥的程式独家设计出来的 这个工具 这个叫暴力表 是用来 观看 周选择权 庄家成本的分布企图 因为庄家才是最终 控制这个盘式的 大腕 好 这个是昨天礼拜二 的这个暴力表 它的颜色分布 已经 一目了然告诉我们 今天的盘 其实就是所谓的 区间盘 拉迪赛 不会涨跌 虽然最后收跌是200多点 可是事实上来讲 从开盘 到中午以前 你去看一下 它的位阶 其实就是 一条线 没什么涨跌空间 它只是因为最后结算的时候 才去压最后尾盘 所以 大铃哥的暴力表 其实 很有把握 可以给你讲说 十之八九 可以掌握 至少 未来今天跟明天的盘式的走法 这个对于在操作选择权跟期货人 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 大赚 就是要靠这一张了 那一样 今天开出这个周选择权的新仓 我们目前的观察 周选择权的新仓 它的CP核 就是扣跟PUT的 全力金 非常非常的巨大 这种 就会造成两个 很必然出来的结果 就是说 未来的一周 加均指数 每天的波动 会很大很大 不会只有一两百 可能是三四百都很正常 如果加进弹气垫 其实那也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 以波动来讲 你就会发现 每天的波动可能三四百点 但是 最后 它依然是在一个大区间的格局 上下来回波动洗盘 这个是 本周 周选择权 已经告诉我们 未来一周的趋势格局 那如果你想要 更一步 了解 大林哥这个暴力表 我们怎么样去抓取 什么时间 什么时候 可以每天抓那种 三四百点的 获利那种的 明天晚上 六点 记得 收看我跟方银小同学 我们录的 暴力养成计划 里面呢 会有 可爱的小方银 还有帅气的大林哥 跟你们解说 暴力表 是如何赚取暴力的 明天晚上六点 记得来收看 那一样 回到 现在 股票的状况 指数 既然 它会做一个 多方的回撤坡 股票 它大概就分成两种不同的格局了 有的股票 它休息 整理期会拉长 有的是 要趁这个时候 赶快 回 干嘛 进去 打单 赶快买啦 举例来讲 这个技嘉2376 前一阵子大林哥很看好他 追踪他 最后呢 上周 也涨了一小波 但是 他的延续性 出现了转弱 所以我们上周五 赶快带会员 干嘛 先收个小钱 因为市场告诉我们 他当时还是不够认同他 所以大林哥分享给你 2376技嘉这一档 大林哥会一直follow 追踪他 可是大林哥很爱他 问题是现在市场还不够认同他 我们只能够怎么样 追踪他 不要 硬着去爱他 要不然的话你可能就像今天 如果你不赶快 前面你不出场 你今天就要受伤了 所以股票记得 你可以挨一档股票 可是呢 你不要 硬出手去爱他 一定要等 市场认同他的时候 再出手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圆金 也讲了几天了 因为他很 match 大林哥很喜欢带会员 赚的这个模式 赚钱的模式 我跟你讲 只有一种而已 盘整 突破表态 回撤休息之后 赚 再上去的 第三波 这个是最简单 最容易的 这个是K线 所以 他现在已经在走V坡的ing 意思说现在休息了 他随时随地要开始发动西坡 所以大林哥今天加了一句话 我们现在就等那一道光出现之后呢 我就会带会员开始做清查 这个标的我可以公开分享给你 问题是 西坡什么时候起涨 讯号 那一道光打在什么地方 我就不能在电视上跟你讲了 欢迎你来跟我做询问 台积电昨天有个分享给你 我不是说台积电明天是法说 基本上 基本面 法说会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特别大的意外 那问题来了 我昨天大林哥不是说讲吗 台积电我们要看的是 不是他法说的内容 而是他的支撑有没有被破坏 支撑一旦被破坏 代表说 他的法说 并不会 影响到他短期的格局 今天台积电的支撑 确实就跌破了 好那昨天又送这个鸿海 鸿海是很多投资朋友持有的 大林哥也说过了 他有出现从5月23号上涨以来的变盘的讯号 所以呢 高出 应该是要必然做的动作 如果你没有高出你后面就没办法做低进了 所以大林哥昨天有在节目说 鸿海有个短线的必来点 这个必来点是给我们有高出的朋友 要干嘛 低进用的 所以如果你有做高出或者说你现在空手 你想要了解鸿海哪边 是短线必来点的 低进的话 OK 赶快来做询问 那这一档是今天大林哥抓的 新的表弟他也是周K 你们发现 刚开始上去 取名叫做小馒头很可爱 跟我们的导播一样很可爱 周K小馒头 刚开始起掌 也是很有机会做一个波段的上场 好节目节目的最后 要记得到大林哥的个人频道 留言 鸿海的短线必来点在哪里 我就告诉你 让你可以 低进上来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拜拜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盘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再到实地则房产业 必在收看频道 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收看 让你赚金第二份薪水 发明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